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条件变异数 首先在介绍条件变异数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定理 叫做双重期望值定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介绍的是间断型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这样子说的 我们看看这是要做条件期望值的期望值 那么将会变成了很干净的 就是x的期望值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边是 如果说这边不是设定为一个固定的数字 它将会变成一个随机变数 是一个y的函数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是一个y的函数 好 那么我们开始来解释 这个怎么证明 首先我们从这边着手起 这个依照定义来说 这是一个y的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y的函数 这个地方我们不用看 我们就直接依照定义来写 依照定义来说 这是y的函数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照着超 这边照超 乘上它的相对的什么呢 它的几率 这是期望值的定义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了解 好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再从这个地方着手 这是什么 这是x的期望值的条件期望值 在y的前提之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再继续把它展开来 这边再继续展开的话 这边是x乘上 它的条件期望值 后面照超 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做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混合在一起 我们的这个sigma 我们可以做一个顺序的对调 顺序的对调 这个地方y的加总的这个前面的话 我们x可以把它放到外面去 我们先从这里着手起 这是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条件几率是什么意思 条件几率我们再复习一下 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这边是pb 这边是pa交集b 那么一样的道理 这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是条件xy 那么这边的话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上面是联合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y 好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结果 这个把它乘过去 岂不就是这两个相乘 就是这个乘过去的意思 这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整个来说 我们把它改成了联合几率分配函数了 这边来说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这样的写法了 那么这个几率是多少呢 这个是几率是x等于xy等于y 这就是y跑一圈 y跑一圈 那岂不就是x的边际几率函数了吗 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把它写成了 sigma x乘上f of x 这是x的一个几率函数 那么其实这个两个相乘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就是ex 这就是x的期望值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演变 ex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双重期望值定理 条件期望值的期望值 可以把它变成了x的期望值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我们后面也会常常用到 现在我来做一个例子 是一个连续型的例子 这是交大财经的一个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其实跟这个题目跟前面差不多 只是它是一个连续的情况 x跟y的话呢 random variable 然后它的min是什么 mu 这variance是sigma square 好 那现在这个条件期望值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 phi x phi of x 这是一个x的函数 那要我们证明什么呢 它的期望值 这个带进去 你发现它就是mu 这其实就是双重期望值定理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去看看 phi x把它带进去 phi x就是期望值 x的条件之下 y的期望值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 这个就是x的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定义 期望值的定义就是 积分 然后这边是怎么写呢 这边是就直接照抄 然后乘上它的这个几率 然后范围的话呢 由负无限大到无限大 那这边我们就算了 我们这边就一律的话呢 就省略了 我们就来看这个这个 从这边的左手起的话呢 这边又可以把它拆开来 这是y的 来我们写一下 这就变成了一个双重积分 这边是y 那这边的话呢 是条件几率密度函数 那后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来说 再还有一个f of x dx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来做一个 顺序对调 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可以教各位同学 教过的叫做福比尼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做一个整理的工作 把dx dy把它放到最后面去 然后这边 这个跟这个把它并在一起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坐到这边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边际 这个就是我们的条件 条件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话呢 的口诀是条件是等于 这样的记比较好记 这个是联合 这是边际 那么边际乘上条件 那就是联合了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了 那我们把它做一个积分的动作 这边的话来说 我们心里有底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y放到外面去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积分 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联合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联合的话呢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对x来积分 走一圈 那就是y的边际了 这是y的边际 然后dy 那这又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期望值的定义啊 期望值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ey 那么所谓的ey是什么 刚刚已经说过了 has mean mu 所以这边是等于mu 我们证明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现在有我们要介绍的是 条件变异数的定义啊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 变异数 我们最好记忆的方法就是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可是这里加了条件 那就是条件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条件期望值的平方 来我们的话 把它写下来比较清楚了啊 变异数variance 这边的话呢 都一律用的是y等于y 这个是我们固定这样写法 这边是平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减掉整个的平方 那么注意的是 跟这个跟以前 我们的定义都完全一样 只差在哪里呢 只差这边有一个条件而已 那么 所以我们就按照条件做就可以了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一个条件变异数定理 这个很重要 这个重要的话呢 是一个观念的题目 x的变异数等于什么呢 这是条件变异数的期望值 加上条件期望值的变异数 这不是绕口令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定理 那么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从第一步 我们从这个左手起 变异数 条件变异数 好我们看一下啊 条件变异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样写 OK 没有问题 我们写完了以后 当然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期望值 所以我们再把它带进去 来我们写下去 这是 这边的话都加一个1 这是什么呢 这是双重的期望值 这再加上一个期望值的平方 那么这是我们先写下去 这是第一步好了 我们先写第一步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第二步 第二步是期望值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写呢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所以应该是 它的平方 减掉不要平方的期望值的平方 好 那这是第二步 我们将1加2 我们看一下 这是1 这是2 1加2的话呢 就是上面这个 我发现这两个相加 这个是跟这个是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1加2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这等于这个 是等于 后面 这是什么 这是双重期望值定理 就是这个了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个的话呢 也是双重期望值定理 它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好来我们再继续写下去 这是 1x平方 这是叫做双重期望值定理 那这个呢 这个外面有一个平方 可是这又是1x 我们发现 这就是干干净净的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variance的x 我们证明了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给我们带来一些意义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稍微做一个解释 那我们再次的叙述一下 这是variance 这是条件的变异数 在取期望值 这是条件期望值 在取变异数 好那我们把这个算式 记住啊 我们看看它的意义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等式啊 x的变异数 是等于这两个相加 好那我现在的话呢 可以看看这个能够给我们 什么带来什么意义啊 因为这个变异数 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左边的这个 会大于等于右边的这个 因为这个至少为0 所以左边这个的话呢 了不起的话呢 会跟它一样 所以它左边的是大于等于它 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结论来看啊 来我们看这个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exy啊 来我们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y的随机变数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根据双重期望值定理啊 那这个来说就是可以直接变成了 这边不要写了 就变ex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 这两个随机变数 它拥有相同的期望值 拥有相同的期望值 来我们比较它 这个 现在我们这是随机变数 各位同学不要把它当作数字 它是随机变数 跟它一样的 它拥有相同的期望值 但是它的这个 它的变异数 偏小 看 这个的话呢 会比x会怎么样 这个随机变数 会比x有较小的变异数啊 所以我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的话呢 这个随机变数 相对来说较为稳定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条件变异数的一个练习好了 那这是台大财经的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目 联合几率函数 那同学看一下 这是xy到1001的情况之下 是二分之一 其他都是等于零了 好 那么随机变数xy乘积的期望值 exy要我们算这个 还有covariance各位多少 那问的很多 还有问的是 这是条件期望值 这是y已经设定为1了 还有条件变异数 各位多少 所以他问的一共 问的四个问题 那么我们把题目 列出来 这个联合几率分配的话 我们所有答案都在这个里面 来我们把联合几率分配列出来 01 01 然后这个地方来说 00的时候是0 只有他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这是二分之一 这个地方 他已经告诉我们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是 第一个题目 exy是多少 期望值exy 那么其实这个题目来说 一点都不难 怎么讲呢 因为他的期望值就是xy乘上他所对应的 什么 这是几率 几率 那么xy 00 0配上任何数都是0 不用算了 0配上任何数字都是0 1配上0还是0 所以他有数字 所以他有数字也只有最后一个 11了 所以当x等1 y等1的时候 他几率 偏偏又是0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算了 他答案是多少呢 0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covariance covariance的话呢 其实 也不麻烦 他就是 要利用前面的 exy 减掉 ex 乘 ey 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算过了 对不对 是0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 x的期望值 x的期望值 是怎么算的 这是单一的 那么要先把他的 几率 先把他的联合几率的话呢 要先算一下 x来说的话呢 就是y 相当于 y是跑一圈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1分之1 这边也是1分之1 那么 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 这边的话 x 是01 那么 他的几率是 1分之1 2分之1 所以的话呢 乘下去 他的期望值是多少 这个地方来说是 1分之1 那么 y来说的话呢 一样 y的话呢 是让x跑一圈 情况完全一样 这也是1分之1 所以这边答案是 -1分之1 covariance 是-1分之1 那现在来看的是 条件期望值 如果要看条件期望值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地方来算一下 y等1的前提之下 x的期望值是多少 y等于1 来我们这样子做 x的期望值就是在 y等于1的前提 那么现在把 把这个几率分配 先写出来好了 y等于1 各位同学看一下 y等于1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 这是条件的 这个是条件的 这个几率分配 那么我们先看看 y等于1 那么x是2分之1 还有一个呢 0 那问题是 他要再除上 他的边际 边际是多少 边际也是1分之1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1分之1 再除以多少 1分之1 所以这边是1 这是多少呢 这是1 这是0 那现在x 乘下去 乘下去 0乘上任何数都是0 所以这就是0 再过来 我们看一下 条件变异数 条件变异数 只要看到了条件变异数 我们就想到了是 条件期望值 用的是平方 平方的减掉 原来的平方 来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是等于什么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现在是这样子 这边平方的期望值 我发现 这边再怎么平方 还是一样 这0 1还是0 这是0 那这个呢 y等于1 这边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 这是多少 这是0 0的平方还是0 所以它还是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例子 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个 离散型的一个 条件变异数的立体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条件变异数 那么有了期望值 我们才好算变异数 所以我们再次的去复习一下 条件期望值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算边际 然后的话呢 再用的是 联合除以边际 就变成了条件 那么注意的是 变异数如何算 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 要熟悉 我们才能够做题目 才会顺利 就是平方的位置 然后再次的